今天早上9點多 我們來到德國的Vilham Ring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? 先解一下 這個地方在三個國家的交界線 基本上你現在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看到有三個國家 這個島還是瑞士 這裡有一個文化 如果你看到的話 其實這裡有三支國旗 那裡就是瑞士 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Vilham Ring就是德國 而羅因河的另一邊已經是法國 我們今天早上就由瑞士 駕駛了六分鐘車來到德國 我們拍下了一個車去德國之後 一會兒我們就會走過這條橋 去法國 我們會去法國吃個早餐 在法國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就會回到德國 然後駕駛6分鐘車 回到瑞士 就會繼續我們今天在Basel的行程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就站在這條橋 正如剛才的影片所說 這邊就是德國 這裡就是瑞士 這邊已經是法國 我們就會走這條橋去法國 看看那邊有沒有早餐吃 我們就去法國吃個早餐 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去法國 除了我坐火車經過法國和機場轉機 之外 其實我從來未曾搭足過法國的土地 今天想不到我不是坐飛機去法國 也不是坐火車去法國 居然是用自己的腳行去法國 其實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現在我們就向法國進法了 我們現在 好了 我終於第一次踏足這個法國的土地 我終於可以跟人說我們沒有法國了 那麼 過了橋的另外一邊 這邊 我出鏡了 不快 那裡就有了教堂 我們現在就要找一下 究竟法國哪裡有早餐吃 可以延了我們去法國吃的早餐的心願 那 這裡有幾支旗 我不知道去搞什麼 唐唐一個歐盟 還有兩個大國 幾支旗居然會用爛爛爛的 中文公所那支旗也不會用爛爛的 就是 這個就是 這三支旗桿 這三支旗桿就是 這裏就是德國和法國的交界 拍到那邊 這裏就是法國 那裏就是瑞士 對橋的對面就是德國 然後咱們放在那邊 好 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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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